今天是我们在追马的最后一天 然后天气也很给力的又放晴了 而且今天马特洪峰就是有云层环绕 超级漂亮 但是很可惜直到现在 就是去意大利的那边的缆车还没有开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开 但是如果等会还没有开的话 我们可能这次六天泽马的行程 就没有办法去到意大利 感受这个跨国滑雪的这个体验了 因为我们的Icon雪标 只包括了泽马 然后瑞士这边的雪场 所以说今天去意大利 我们需要加买一个每个人42块钱的一个雪票 是包含了去意大利那边的缆车 这个缆车前几天一直都关了 然后今天终于开了 它会是带我们到泽马这边的最高点 然后会有3800多米的海拔 这个是码头红风 然后远处的那个是博朗风 就是那个特别高的那个 对特别高的那个 然后就是不是特别尖的那个 对长的叶非常好看很有辨识度 我们现在就准备滑到意大利了 那我现在去意大利了 走 来过来看看这个 你看往右环是意大利 往左环去 我这个环是去回瑞士 我们现在就是华中间那条道 7号 这一段好看 刚刚从那个底下出上来之前 就这样看了 哇 这是另一个方向看 这个 这就另一个角度的马头红封 这段最好看 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已经在意大利这边滑雪了 我以为会有一个像里程碑或者是一个很明显的标志 说这里是瑞士和意大利的分界线 但其实没有就只有一个路标 然后路标上标了一个国旗 然后就过来了 这边我们滑了第一个道 感觉人挺少的 就感觉比瑞士那边的人更少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道的原因 我们现在准备探索一下这边其他的雪道滑一滑 走法雪也更好 对刚刚一路从瑞士到意大利的跨国的这个雪道 幸福感太高了 就是难度非常低 一路其实就是在欣赏美景 然后带一点速度 意大利这边离马和洪峰好近啊 就站在山脚下 对比瑞士那边近很多 对 我准备坐在这休息一下 然后买杯喝的 一会就划回瑞士了 买了一份炸鸡排薯条 一瓶酒 一份芬达 总共是28欧 比瑞士还是便宜多了 感觉滑枝马在这里 这一条能够从瑞士一直到意大利的雪道 是我滑雪的Barkless之一 然后今天终于打卡了 现在我就正坐在意大利山顶的某一家餐厅里休息一下 今天已经是我们来Zerma的最后一天 也是我们滑雪的第六天了 真的腿酸到爆 本来准备今天佛系滑一滑的 但是因为今天是唯一一天 瑞士通往意大利的这个缆车是开的 所以我就想说那再拼一把 把这个Barkless心愿达成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匿名文字幕提供 中国陆维生 中文字幕提供 中国陆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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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说回瑞士的最后一班是三年半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3点23了 感觉就在压线的赶回瑞士 不然如果你滞留在意大利的话 据说从意大利开车到德尔玛的小镇 要三个多小时就非常的折腾